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麻 还有 头晕 好 还有吗 呕吐 非常好 腿没劲 太棒了 那不是一般的棒了 这是专业水平了 好 我们看看 都有什么 颈痛 首先颈椎病肯定是脖子形成 对吧 肩痛 对吧 有吗 也有 手麻 手串痛 对吧 然后还有呢 再往下看 头痛 头痛别忘了啊 颈椎病直接影响头 悬孕 耳鸣 视力减退或模糊 这个有很多人都有啊 还有晕厥 还有吗 还有 刚才有人说的下肢的问题 四肢污吏 像采棉花一样的 还有颈部僵硬 还有心前驱疼痛 大家会很奇怪 为什么还会有心前驱疼痛 其实颈椎可以影响到心脏 那么这些症状以后 我们有了症状以后怎么样呢 就要去医院 我们去医院要做各种检查 首先呢 在医院去做各种物理的检查 那些都是大夫的事 我们不讲了 我们以后的 我们这些课的主要任务是讲防和自我治疗 然后X线检查 CT检查 磁工程检查 这是正常 正规的一个颈椎的正位片和侧位片 我们在这上看什么呢 我们主要看颈椎它的椎间隙有没有狭窄 颈椎的曲度有没有改变 还有颈椎的顺序排列有什么问题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异常 包括生理上的畸形或者先天性的畸形等等 从这些片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 我们看颈椎可以看到颈椎它的脊秃有没有排列顺序的改变 和关节秃有没有排列顺序的改变 如果有 它就会有问题 那么我们大家就看 再往下看 其实可以不用记 因为你还可以再看到 所以就是注意听 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这张片子主要看的是什么呢 这是两个斜位 看的是椎间孔 看椎间孔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有没有压迫神经根 我们要从这上看 我们要从这上看 我们这个神经根是哪个呢 就是出来这个黄的 这个椎间孔在哪呢 在这个边上 我们看 就这个边上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就是有个孔 这个孔出来的就是神经根 那么大家说了 说我在那个医院照完了片子以后 特别是咱们年龄大的 会有很多人就给你写上颈椎蜕变 或叫颈椎蜕形性改变 对吧 他为什么给你写这个呢 就因为你有骨刺了 我们看这还是两张片子啊 刚才有一位这个女同志问我 我说她照没照过趋位和过身位 这个呢 我们主要看它的关节稳定性的 一个是过分的 使劲的往后仰的照的 一个是使劲往前低头照的啊 这是我们正常照的 但是呢 我想给大家推荐另一张片子 这张片子照颈椎开口胃片子 颈椎开口胃片子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人 特别是这个服案工作时间长的人 很多都有头晕 头痛为主的 它不是以胳膊麻为主的 那么照这张片子就非常重要 但是这张片子呢 就是我们临床上一般的不给开 一般临床上就开什么呢 一个侧位 两个鞋位 就这三张片子 那么这张片子需要单照 这需要你跟大夫去商量 给我照一张这种片子 为什么要照这片子呢 我们主要看的是什么呢 我们主要看它的 我看这示意图 这张示意图非常好 我们主要看它的一个 我们这叫第一颈椎的侧块 然后这点呢 是什么呢 这点是第二颈椎 第二颈椎有一个尺突 我们看它的间隙有没有改变 这个的间隙有没有改变 是这个的位置有没有上下挪动 还有这个的大小有没有改变 其实还有一条线 它是没画出来 就我们那个枕后有一条线是这么画 这么斜着下来的 我们还要分析它跟那个有什么关系 那么这个呢 其实是主要对针对哪样的呢 就是头痛头晕的病人 这张片子是必须要照的 尤其是后头疼和眼珠有些发胀的感觉 那种人是必须要照的 这个片子照完了以后 医生可以通过分析它 来知道你是不是追动外形颈椎病 它是搞鉴别式的啊 那么就说了半天 你说讲这半天 症状也有了 检查也有了 那么怎么诊断颈椎病 其实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说了 才到诊断 颈椎病的定义呢 就是这个行间组织里头它有一个定义 这个定义呢 是非常的严谨 第一个呢 引给大家的观念就是退行性改变 就是叫退变 第二个呢 就叫受累 第三个是症状和体征 那么把这三个重点 这三个重点我都写的是黑体字啊 那么首先我们把它衍生一下呢 就是什么呢 颈椎间盘退行性改变以后 造成其他的激发性的椎间关节啊 和各种组织的改变 它影响了临近的组织 临近的什么组织呢 有三个重要组织啊 脊髓 神经根和动脉 还有三个重要的组织 那么它因为他们的受累 而进行的相应的症状和体征 才称为颈椎病 那么缺一不可 大家知道我们的临床号 为什么那个这个放射科大夫给你诊断为颈椎间盘 颈部什么颈椎蜕变 他不给你直接诊断为颈椎病呢 就是因为如果是那个大夫给你开的病 那个申请单 那个里边有包括你的症状和体征了 那么他就才可以给诊断颈椎病 否则的话 如果没有症状和体征 只能叫蜕变 不能叫颈椎病 我不知道讲清楚没有 再重复一遍 说如果没有症状和体征 什么就是我检查没有各种阳性发现 我这个自己也没什么不良感觉 我只有那些X光片上的感觉 对不起 这个只能叫蜕变 不能叫颈椎病 颈椎病是必须要有症状的 如果没有症状 就不叫颈椎病 所以他这个定义非常严谨 我们往后还要用到这个名词 颈椎病 说讲了半天 有多种类型 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个是脊髓性 那么他占10%到15% 这是有人统计 今年来可能这个比例要 还要稍微增加了一点 比过去的统计要增加了一点 第二种是最大的 最多的 就是神经根性的 发明率最高的 就是大概占60%左右 第三种是追踪外形的 那么其实还有一种分型 就是胶板神经型 但是呢 胶板神经型的症状呢 跟追踪外形的症状呢 有很多的时候分不清楚啊 经常是又有胶板神经型的 又有追踪外形的 所以呢 好多现在 基本上主要讲这三型 那么颈型呢 是有一种说法 就叫轻型的颈椎病 还包括有食道型的 那么这些都不是主流的 我们主要讲前三个 要讲这个病 就必须要讲发病的机制 这发病机制是什么呢 我这有张示意图 我来给大家指 这是我们的追踪 这个叫横秃 这叫横秃 这叫横秃孔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是这个追踪 这个叫脊秃 这个是关节秃 这个里边的是什么呢 大家看啊 最重要的在这儿 这是脊髓 这是一个横断面 我们把这个颈椎横断了以后 就会看到 这个中间这是脊髓 我们这个箭头指的是什么呢 箭头指的是 我们这个椎间盘突出了 大家看 这个黑的部分是突出的 突出了 压迫谁了 它因为向后和外突出 那么它压迫的是 直接压迫的是脊髓 压到脊髓以后 就会产生脊髓型颈椎病 但是不是所有的压迫到脊髓就算了 我们要讲到那个 磁工练里头 磁工练里头有一个诊断 脊髓型颈椎病 最重要的是 它的脊髓的信号 有没有改变 如果有一个脊髓信号异常 对不起 这是百分之百的 脊髓型颈椎病 这是应该做手术的 这个 那么还有什么 神经根型的 那么这是我们的神经根 神经根 我们这个箭头指的是什么 关节秃 长骨厕了 它压迫神经根了 压迫神经根就会有疼痛 麻木 串痛的感觉 还有 这个椎间孔 这个椎间孔 因为我们要开始一个整体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边缘都可以长骨刺 因为我们这是断面 所以就显示不出来 这个边缘都可以长骨刺 或者周围的组织也可以长骨刺 它长骨刺以后 也会影响到这个椎间孔里边有一个 椎动脉 我们看这个小的东西就会知道了 我们这个红的就是椎动脉 那么椎动脉走在什么呢 它走在椎间孔里边 走在这个孔里边 它在这个孔里边 那么你周围的组织 所有的组织 只要是长骨刺了 都会营养到它 甚至于什么 我们最多见的不是它长骨刺了 最多见是我们这个位置的改变 大家看 当我位置有改变的时候 就会有什么 它就会受到牵拉 或者什么 或者受到挤压 一个是拉长 一个是缩短 压迫 那么我们最多见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去做这个 这个脑血流图 它告诉你一侧的追动脉 流速增加 可能有人做过 为什么它增加呢 是因为它被拉长了 不是它受到挤压了 它是被拉长了 拉长以后它就要细了 细了它流速就要快一些 才能供得上血液供应 所以就是说 那会引起偏头痛的 所以我们最多见的 还是这种被挤压了 或者是被拉长了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其实就跟那个 我们那个前面的定义 讲的有关系 由于追尖盘的退行性改变 追尖盘退行性改变 有什么问题呢 追尖盘退行性改变 有个问题 追尖盘里的大部分成分是水 它一改变了 它一退行性改变了 是什么意思呢 脱水了 一脱水了 还有一个什么改变呢 我们这个追 中间这个白的就是追尖盘 它一脱水了 它就变窄了 对吗 如果它变窄了 对不起 它周围的东西就变窄了 变长了 变长了以后 它就会左右晃的 不稳 刚才有一个 谁跟我问来了 颈椎不稳 为什么颈椎不稳 因为它窄了 它窄了以后 它周围就要晃了 一晃 它就会磕碰边缘 磕碰边缘以后 我们叫什么 出血 血肿 完了有什么 显微化 激化 钙化 骨化 掌骨刺了 掌骨刺了 是什么 是好事 为什么人掌骨刺是好事 掌骨刺是为了保护你这个颈椎 不要再让它继续晃动了 但是这骨刺得长得好啊 这位置得长得好啊 它长得不好了 才会影响 什么 脊髓 神经 血管 掌好的位置就对你是一个保护 你就没有任何症状 所以我们好多的老年生 我掌骨刺了 掌骨刺并不可怕 它是保护你的 掌骨刺对你来说是好事 但是 如果它压迫了其他的东西 我们所谓说的临近的组织 那么才会出现问题 才叫颈椎病 这是它的发病机制 好 我们说说脊髓型颈椎病的症状 大家可以看到啊 脊髓型颈椎病的发病率 一般的它都号召岁数大的 40岁到60岁的多发 其中有20%的人有外伤时 这个外伤呢 好多人说我没受过外伤 其实这个外伤呢 可能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外伤 哎 这个外伤非常简单 简单到什么程度 说我坐车的时候一个急刹车 这个急刹车什么情况呢 我一急刹车的时候我的头蒙了前一甩 然后这头再蒙往后一回 我们这叫灰鞭用损伤 灰鞭像 好多人就是抽过鞭子就知道 把鞭子往前一甩 这鞭梢是往前的 到头了以后它急速的往回转 那么这个损伤对颈椎来说是非常重的 它会受不了的 所以后来我们二三十年代的车的时候 我们的后边没有靠 对吧 以前坐在上海的时候 后边都没有靠的 只有一个后座 没有后边保护颈椎这个问题 后来为什么有了 就因为我们医学界发现这个损伤 对脊髓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就把它后来又加了这么一个后边的一个靠点 不是让你靠着水窍的 那是保护你颈椎的 当有异常情况下 保护你颈椎的 那么这个外上史呢 有很多 包括一个小的时候的你的跌伤都有可能会造成 然后第二个是下肢 麻沉行走困难 采棉后感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我们好多人把这个说腿没劲跟踩棉花似的 这是我们在我们临床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如果怀疑你颈椎病 就要高度怀疑你有没有脊髓性颈椎病 那么中轴的呢 不胎不稳 第三个动状就是颈部僵硬 它的僵硬跟别的不一样 它有一个试验 我们叫驱颈试验 当你躺平的时候 把你的头使劲往前驱的时候 要停一会儿 那么驱一下一般不会有 停一会儿 那么好多人的四肢 或者是主要是下肢 有触电一样的感觉 这个触电一样的感觉 大家都能够体会 就是说它像放电一样的 你的脚一下 就是麻一下 好多人有这种情况 第四个呢 现在就不明显了 因为什么呢 就是现在医疗设备发展了以后 这到这么严重的程度的已经不明显了 这叫树袋感 这个树袋感就是什么呢 就像我这胸脏勒了一条袋子 哎呀 太难受了 或腹部勒了一条袋子 或者骨盆间勒了一个袋子 勒得我这难受啊 就像一个袋子勒紧了似的 那么它是一种紧的感觉和压迫的感觉 所以这个到目前为止 我们临床而见的就少多了 为什么呢 就是跟医疗水平发展有关系 大家就医方便了啊 就不会到那种程度才去就医啊 神经根性颈椎病的症状 那么耗发年龄是40岁左右 但是现在呃明显的提前了 我们临床而见的神经根性颈椎病呃 可能已经能够提高呃提前10岁了啊 就非常多见了 就是什么呢 他是颈尖痛串马感 尤其是劳了以后啊 或者是受点疯以后啊 受点凉以后啊 这种人最多见啊 他这个肩或有头痛头晕是什么呢 他不是以头痛头晕为主要症状 因为我们下面讲的呃 椎动脉性颈椎病 它是主要症状啊 他是最疼的啊 他会有不光是触电样感觉 而且有的时候像刀嗝一样 哎呀 我这捂着颈椎就进来找我看病来了 哎呀 我这疼的厉害 不敢动啊 手捂着这连手都不敢放下去 你想想这个疼痛有多大啊 所以他说他非常非常的疼痛 而且他还会引起上肢的麻呀痛 就是根据你影响不同的呃 阶段 我们来那个有一个区分 臨床上我们也根据你这个呃 手麻的呃 在哪个手指 我们也给你在一个神经阶段上有个划分 最可怕的是影响睡眠 尤其是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个手足无措是不是指着他 但是我告诉您 您那个时候真正犯病的时候真是手足无措 手足无措的意思是什么 您不知道您的胳膊放哪合适 放哪都疼 放哪都不舒服 其实放哪最好呢 放头顶 这么放的时候他还能躺一会儿 但是过不了多长时间他还会 又不成又不成了 还得再调换姿势再找 最后还是这样 或者这样睡 或者这样睡的时候 他可能才会减轻 所以这是一个挺讨厌的 而且这个诊断就非常快 我们照着一个颈椎片 就基本上可以诊断它了啊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诊断的一个疾病 这种外形颈椎病啊 他这个我写的非常多 为什么我后边给隔一个百分之几十呢 就说明他的症状这个变化非常大啊 百分之七十的人有悬孕 百分之大于百分之八十的人有头痛 大于百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有耳鸣 还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人有视觉障碍 这个倾倒发作是什么呢 倾倒发作就是突然晕厥 啊就是追踪脉型颈椎病发展到呃 有些病人可以突然晕厥 就是当时他的大脑移国性的缺血 他可能就倒了 他有个特点 倒下的时候 他捂着头 他自己也知道 哎呀我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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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倒到地下了 但是他心里全明白 可能在那么十几秒钟以后 他就会醒过来 为什么呢 当你晕了的时候 他就会改变体位 这种晕厥主要是跟什么有关系呢 跟你的体位有关系 就是突然你一动头的时候 哪一下没动对了 他才摔倒 那么当你摔倒了以后 他又变换体位了 他就会恢复血液供应了 所以他会很快就会恢复那个神智 然后呢心里什么都明白 只不过出点汗啊心慌啊 这些都可以有 那么底下还有什么运动障碍感觉障碍意识障碍精神症状 那么这些情况呢都不是最多见 我们这前五个是最多见 所以我把它列为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那么紧急病 那诊断完了以后了该治疗了 治疗以后呢有主要有两种手法 一种是手术疗法 一种是非手术疗法 那么手术疗法其实它有一个严格的指针的 第一个是经系统的非手术疗法无效的啊 这个这个这个很重要 就是很多人啊 就说我上来就做手术 呃其实不必要 但是我要给大家一个统计数字 可能大家会更明白 就是上来就做手术不必要 要经过系统的非手术疗法 那么系统的非手术疗法我们下面讲啊 如果没有效果的话 大约是一到三个月为主啊 如果是你很正规的治疗了 一到三个月没有什么效果 那是在考虑手术啊 第二个是什么呢 脊髓压迫症状逐渐的加重啊 脊髓压迫症状逐渐加重 其实它这个逐渐的也不是逐渐的呃 越来越重 它是渐进行加重 就是说轻一会儿送一会儿 轻一会儿送一会儿 但是它每次都要比上一次重 这叫渐进行加重 影响工作和学习 第三个是症状突发啊 短期的非手术疗法不效 那么这个就比较重的 我们就是要比较重的颈椎间面突出啊 或者脱出 这种时候可能要选择手术疗法了 手术疗法呢 呃咱们咱们咱们的清华 对合同医院那个做的非常好的啊 北夕三月那是咱们全国顶尖的啊 一般人挂号都挂不上两个地方 我们今天主要讲非手术疗法 非手术疗法 包括颈椎连满突出啊 神经根型的追踪外形的或其他混合型的颈椎病 和一些有早期的脊髓型的啊 压迫硬膜囊 信号有少量改变的可以考虑啊 还有年迈体弱的重要脏器功能不良的 有些人做不了手术 一做手术连坛都下不来 那咱还是保命为主对吧 有严重的精神疾患的 还有个颈椎病没有肯定 需要边治疗边观察的 那么这个就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临床上统计 北夕三月做过统计啊 他们说大约是有百分之三的人需要做手术 在所有颈椎病里头 百分之三的人需要做手术 那么这百分之三的人做完手术 还发现有很大一部分可以不做手术 那就说他做手术的机遇非常低 那不要一经过诊断说特别是岁数大的 说这颈椎边突出颈椎边蓬出 就要做手术 这个我个人持保留态度 为什么呢 我们到年龄了就要老化 他就要有些问题 那么有问题只要不是像我们影响我们的生活啊 影响我们自理啊 或者有些不是那么重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还是尽量我认为啊 尽量不做 非手术法 非手术法是我们非常具有特色的很多啊 我这列举了八个 只是其中的八个 八个呢 里边呢还可以有具体区分 那么我们首先知具啊 我给大家带了一个这个啊 好多人要带着他 为什么带着他呢 限制活动 把你固定住了 你脖子不能动了啊 就这样限制 那么对于什么呢 怀疑有外伤以后 怀疑有这个骨折 但是片段还没显示出来 有个小知识啊 我们新鲜骨折刚摔完了以后 除了有很大的疑味 如果是骨裂的话 新鲜骨折可能照不出来 不要说大夫 笨 不是他笨 是当时显示不出来啊 新鲜的这个骨裂 当时是显示不出来的 照片的显示不出来 所以不是大夫的问题 也不是X光肌的问题 是你的血还没渗透到那儿 他中间还没看得出来 有缝隙啊 所以 刚生完了以后 说我没有骨折 大夫都让你观察 这是对的啊 他不敢怀疑 不敢说你就没有骨裂 所以他让你观察 那么就需要你带支据 还有那些人呢 就是这个 比较新鲜的这个追踪脉突出 嗯 那个 呃 追踪脉突出的时候 他会有 非常剧烈疼痛 带着他限制一下活动 也对你有好处 那么支据的营呢 有个限制 他有个什么限制呢 就像你一个警部老婆弄 人活着太难受了 连脖子都不能动一下 你想想 这个太难受了 所以他有一个不太好 后来就发展成这种了 这种呢 就是充气式的 那么他又可以做牵引 又可以当支据式 所以呢 这个他就是比那个要更好一点 啊 他还可以做牵引 那么我们第二个就讲的是牵引 牵引呢 各个医院里头基本上都有牵引机 我们可以坐着牵 躺着牵 啊 还可以家庭使这个 还可以像什么什么龙台头啊 这些东西啊 啊 这个呃 我觉得这个气囊呢 还算比较好 这 厂家 我不知道啊 你们别说我做广告 哈哈哈哈 但是就算这个气囊呢 还是比较好 它是什么呢 它可以随时的调整你这个 而且很方便 在家庭时 牵引的 好多人呢 就是牵的不对 我们好多人牵引的时候出问题了 说我牵完了以后更重了 一问他怎么牵的 说大夫让我每次牵二十分钟啊 我就牵了二十分钟 我说那个使了多少力 他说使的不大啊 就是我能忍受为主 大夫这么跟我说的 然后说您怎么牵引呢 他说我就这么一直在牵引 其实错了 牵引还是主张间断牵引啊 有间隙的牵引 我牵一分钟 我要休息十秒到二十秒 否则的话 你肌肉和韧带都受不了啊 一定不要把这个牵引的时间 一下子牵十分钟二十分钟 甭说您受不了 正常人都受不了啊 甭说你有病是吧 所以就牵引的时候要注意 每次大约牵二十分钟 但是每次牵一分钟左右 休息十秒到二十秒 这样的反复牵引 可能对您才好 另外 我每次外出讲话 都要强调一个最重要的问题